好在反手首先你们的步伐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没有步伐的话 你是没法快速的移动到这个弱点 所以启动完第一步 一定是会有一个45度角 也就往反手区并步的这个感觉 并步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就要开始转身 做这个弓箭步了 弓箭步打完了以后 这个时候你的左脚 由于有一个移动的冲力 所以你的左脚会往前跟进 然后做一个交换步 所以它快一点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感觉 打完跟进 做交换步 然后向着你的对手 有什么羽毛球上的问题 可以进入我主页粉丝群 和我深度交流 变化 变化 变化